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是自己离开,有的是被逼无奈离开 后来,西天取经路上,有五个离开的妖怪出现了 第一个,老鼠经老鼠经五百年前出现在如来佛坐下的妖怪之一 在聆听了如来佛的讲经之后,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爱情当中 如来佛很生气,直接就喊走了老鼠经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老鼠经拜了托塔李天王为义父 得着三太子魏义雄,终日思念曾经的恋人 第二个,蝎子经蝎子经,也是妖怪群的一员 如来佛当年讲经的时候,感觉蝎子经离得太近了 下意识地伸手推了一下,结果被蝎子经反身用尾巴扎了一下 疼痛难忍,蝎子经见识不妙就逃跑了 后来还扎了孙悟空一下,最后被赶来的卯日行军灼成烂泥 第三个,黄蜂怪黄光怪,据传世老鼠经的哥哥 曾带着老鼠经一起去偷吃如来佛后山的竹台香油 因为得到了这般造化,所以能够吹出和三昧神火并列的三昧神风 把孙悟空弄了灰头土里 最后,才是灵极菩萨显微风,将黄蜂怪变出原形之后,带回了灵山 第四个,金氏大鹏,金氏大鹏,因为是孔雀的亲生弟弟 而孔雀又因为如来佛成佛的那一次意外,被封为佛母 自然而然的,金氏大鹏就成为了如来佛的舅舅 不过,他也跑下了灵山,成为了西天取经中的依难 最后,如来佛带着灵山所有人,才把金氏大鹏请了回去 第五个,金蝉子没错 妖怪群众第五个,就是金蝉子 那时候的金蝉子因为身安佛性,被如来佛钦点为座下二弟子 然而因为一些原因,如来佛一幕之下,将金蝉子送去东土大唐转世 也就有了后来的唐僧 之后,灵云度金蝉脱销,终究成佛做祖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